这 看着眼前的这位东木工 月老紧皱眉头 略微有些为难 这个 此时 两人正坐在月老店偏店的花厅中 东木工身体侧倾 主动凑前半个身位 对于这种动作 月老很熟悉 一般来找他办事 又不想让旁人知道 都会下意识做出这般动作 不止如此 东木工地宝囊的动作 说话时 那闪躲的眼神 月老都是再熟悉不过 但今日 东木工提出来的这个要求 着实是从未听闻 也让月老万分为难 若是普通的拉条红绳 东木工身份 地位 资历在这里摆着 月老肯定不敢推诿 被扣点功德也就扣了 但 月老 可否给个准话 东木工低声问着 目中略带无奈 东木工 月老拱拱手 正色道 实不相瞒 小仙确实帮人牵过红绳 但那是两条红绳本就相近 互相有点那么的意思 这才能牵上 小仙也确实帮人捡过红绳 可那是 两边倪人左右互正 那红绳将断未断 给他们一个痛快 但小仙 绝对做不来 这般将因缘 倪人全都剪干净之事 这是天煞孤星的命格 那必是有天大的因果 听月老说的真情实意 东木工沉吟两声 心底却浮现出了那位老先生的话 若是第一条路走不通 那东木工可在转念 则一良配 尽早成婚 而后再找个借口 寻陛下求来一副 牌匾之类的物件 祝你与夫人天作之和 而后东木工都在人前 与夫人一同恩爱走动 岂不可谓自身避嫌 东木工自然不知 给他出这个主意的老先生 其实比他此时所想的 还要复杂几倍 东木工沉吟两声 言道 那 月老可否带频道去见一见 频道的姻缘 此事关乎甚大 若月老能助频道一臂之力 月后定有回报 月老苦笑道 东木工有所言 小仙不敢不遵 请随我来吧 言罢 月老带着东木工去了后殿 招来了东木工的姻缘泥人 并将与东木工可成姻缘的泥人 一并都带了过来 东木工顿时眼前一亮 发现自己的泥人周遭 竟飘着四五只姻缘泥人 起这几个姻缘泥人的红线 都对自己的泥人探了过来 平到平日里 还这般被人惦记不成 东木工深得陛下信任 又是难先知 月老莫说这般话 东木工截断月老的恭维 沉思少许 在这几只探向自己的泥人之中 仔细查找 也是心灵扶植 时来运转 东木工心底 突然划过了一抹灵光 前些十日 他与陛下一同与那南海海神出见时 南海海神曾献给陛下十二条建言 最后一条建言 有句戒庸色 吻求庵 东木工沉吟一声 戒庸色是指的 让自己显得尽量平庸一些 从而不会引起外人戒备 吻求庵 吻求庵 月老 东木工突然抬头 目中金芒闪动 右手握住了月老的胳膊 把月老下的声音都变了 东木工 您 您想怎么牵 东木工伸出左手 五根手指缓缓划过 有掌钻拳 我 拳都要 月老顿时哆嗦了下 这东木工怎么了 这是 此前还要自己成为一条光棍 不沾姻缘 现在竟然 果然是高人 东木工位高权重 自己一个小仙 也着实不敢说什么 更何况 月老刚才 招来的姻缘泥人 确实都是 能跟东木工成就姻缘的 只是东木工秀为高深 自身如果不动这种念头 泥人红绳也牵连不上 唉 唉 小仙这就动手 月老笛声答应一句 立刻开始忙碌了起来 渡仙门 刚翻盖了三分之一的灵兽圈旁 这三位十八岁又几百上万月的女恋气室 总算发现 她们如果一直边玩边修 十年二十年都不一定修完此地 于是 灵娥和有秦玄雅商量了下 将小师书灌醉 随后两人动手 效率顿时提升了远不止十倍 仅仅三个月 此地已经完成了三分之一的改造 近几日 有秦玄雅的师父催促 必须回去修行数月 灵娥也就自己 在灵兽圈各处独自忙碌 吻字经 还有一千六百遍 灵兽圈 还要忙活最少半年 念及于此 灵娥悠悠一探 捂着裙摆 跪坐在修灵石玉蛙的水潭旁的草地上 真的是 如果不是为了早日打开师兄的心房 让师兄产生一点男女这方面的念头 自己也不至于非要跟小师叔和有秦师姐一同遭罪 师兄这麻烦的性子 灵娥自觉 自己一个人大概是搞不定的 灵娥 耳旁突然传来一声熟悉的问候 灵娥下意识跳了起来 瞪着自家师兄 师兄 你现在走路 怎么都没生啊 我不就这般走过来的 李长寿皱眉道 倒是你 在这发什么冷 竟将全部心神都放空 若有敌人偷袭 你该如何应对 灵娥吐了吐舌尖 唯唯区区递到了剧 最近太累了吗 而且 师兄你一直在风上 怎么可能会有人能偷袭 李长寿皱起的眉略微松了下 目光也少了几分严厉 稍后帮我一下 就去修行吧 这灵兽圈等 久久是书来做 灵娥顿时鸣嘴轻笑 哦 怎么帮你呀 师兄 李长寿想了想 道 随我来 言罢 李长寿与灵娥 一同去了侧旁的阁楼中 这阁楼修得颇为细致 用料 刷漆都选了上等 李长寿若是记得不错 此地装饰装潢 都是有秦玄雅亲手做的 不愧是俗世公主出身 做的这个棋牌式 硬生生透着一股皇家赌方的贵气 李长寿在秀中取了一幅人物画像 画中是个英俊帅气的男子 是他给指导人定装所用 而后 他暗中将这画像挂好 暗中在画像背后放了一个香囊 让灵娥用零食查看这画像 少请 李长寿问 怎么样 什么 怎么样 灵娥弱地眨眨眼 李长寿道 你心底是不是出现了一些画面 嗯 灵娥头一歪 这画像就是画像 要出现 什么画面 李长寿眉头一皱 道 你再继续探查 哦 灵娥乖巧地应了声 干脆盘坐了下来 用零食继续搜查这张画像 李长寿细细感应 灵娥确实没有任何变化 这没道理 李长寿将画像收了起来 将那香囊拿回到了自己手中 随后就要开启香囊上的封镜 将里面的丹药封住 就此时 就听得阴的一声 灵娥满脸通红 在那轻轻 呼出一口气息 用力咬着嘴唇 师兄 李长寿瞬间封了香囊 随手点出了一颗清新丹 直接化掉药力 将其内药性揉作雾气 送入了灵娥鼻中 片刻后 灵娥松了口气 有些后怕地看着李长寿 但脸蛋又渐渐泛红 支支吾吾地说了句 师兄 你刚才做了什么 你若是 若是 其实不必用这般手段 支一声就好了 李长寿仰头看天 到了句 好好修行 别乱想 我只是试验下 这般给师父用的丹药 随后 李长寿便是满脸疑惑地低头走开 这丹药 对心有所属之人不管用吗 那 此前 自己在九屋师伯来拿雄心丹时 让九屋师伯看到了一副美女画像 后面也有这颗丹药 为何九屋师伯会 是药性不稳 还是九屋师伯本身 死 不得了 不得了 师兄 灵鹅追出阁楼外 扶着门框 在那轻声喊着 要不要我带着那东西 你来用临时试试啊 亲自体验下 才知道效果呀 李长寿脚下一顿 抬手摆了摆 驾云飘向了单房 哼 就知道你不敢 就知道稳稳稳 灵鹅哼了声 翻翻白眼 迈着轻盈的步子 回了自己 在这处阁楼的房间 然而 此时的李长寿 已经开始不断思索 如何改进自己 刚搞出来的这两类丹药 仙石独丹 这应该算是 万灵云长老的创举 李长寿 不过是站在了 巨树强壮的枝丫上 搞了一个偏执出来 他此时 已经做出了两种仙石丹 耗费了一大批后 才赚来的草药宝物 但成效是显而易见的 底牌库再次有了 小小的扩充 李长寿直接收起来的 那类丹药 是正统的 反仙石侦查灵丹 取名为反查丹 这是李长寿不准备 拿出去 给任何人的保单 不然 这类丹药如果流传出去了 说不定就会用在 他自己身上 当自己佩戴反查丹时 有人用仙石探查自己 探查自己之人 深周就会出现 一缕微弱到 近乎不可见的灵物 这灵物便可助理 长寿 锁定探查自己之人 第二种仙石丹 被他取名为 星火烧 李长寿在魅火妖术上 得到启发 以秦时 秦九作为底料 在数月之内 尝试了几百次 一次偶然之下 寻到了正确的丹方 万灵云长老的 仙石独丹 其实是要借 碧金刺神虫 能够通过 仙石刺伤 探查者元神的 特殊毒素 李长寿自己搞的 这个星火烧 就是将 碧金刺神虫 改做了秦谷 并借用了一点 魅火之法 顺道一提 李长寿为了 研究魅火之法 还特意在 师父允许的情况下 用师父的形象 暗中去找了 地脉大阵中 困住的 真仙境妖狐 他观察总结了几次 并巧妙地化解了 妖狐与自己 小穷风的因果 至于过程 那不重要 对方总归是 立下了大道誓言 又调整了两个月 星火烧的对药性 李长寿将一只 指道人 一颗 星火烧 一颗 反茶丹 同时放在了一只 特殊处理过的香囊中 稍后 只需要师父 将香囊带在身上 四处溜达 若是遇到鲜石探查 李长寿 借指道人 判断对方如何 若觉得 对方还不错 就会打开 星火烧的禁止 师伯的转世身 肯定是要找的 但为了让师父 尽早走出自闭 来自陌生女 练气室的问候与认可 定能让师父 提起不少精神 做徒弟的 也只能为师父 做到这一步了 李长寿 整理好这香囊 驾云朝着师父的草屋而去 看一眼 在灵兽圈附近 再次一同忙碌 比之前认真多了的三道歉影 李长寿 也不由露出少许笑意 只不过 李长寿 还没来得及 飞到草屋 心中突然来了 心血来潮 掐指推算 东木工 又在那座海神庙中等候 话说 他现在有 6692座神庙 为何东木工 总是去那座 去其他隐蔽些的神庙 不行吗 偷羊毛 只罩着一只羊蒿 早晚会被人注意到 李长寿心底吐槽了句 决定稍后 就提醒东木工一声 让东木工下次来 也记得隐藏下行踪 在云上拐了个弯 回到了自己的草屋中 同时一心分座三用 借指道人观察一眼 在北周之内 搜寻独虫的万林云老爷子 发现独长老万事无忧 这才启动了海神庙地下的指道人